人物地方民众本来很关切 今天的检测报告 但是后来期待落空 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满 而环保团体也批评 政府一直不肯面对 污染已经扩散的事实 太不负责任 台塞人物厂污染事件扩大采样 原本预定4月底公布检验报告 后来又说样板数很多 延到5月12号才能公布 结果再度跳票 地方上纷纷不平 觉得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安危 环保署官员在12号中午 专家小组会议结束后表示 人物厂外确实有一口民警 以及7号监测警两处污染物质超标 但是无法证实污染源是台座 不过环保团体对这样的说法 很不以为然 因为根据民间自行检测的结果 7号监测警验出122绿一碗超标5.2倍 而这正是台塞人物厂的指标污染物 政府不肯面对污染 已经扩散到场外的事实 实在太不负责任 污染指纹很明显的 就是122绿一碗 跟台塞人物厂有很明显的相关 难道你要等到什么人 真的出了人命出了事情 才来紧急处理吗 环保团体认为 政府应该要求台塞先停工接受调查 另外因为造成污染的含氯有机物质 具有挥发性 应该赶快针对周围六村的居民 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别让居民的健康 继续暴露在高风险当中 记者中文蔡明孝 陈显坤高雄报道